大仙世界 也是非常原始的食草动物 早在地球第三季时 就广泛分布于全球 现代犀牛一般身长2米 体重在3吨左右 最大的体长4米以上 体重6吨以上 同比最大体重的熊800公斤 和老虎350公斤 还远远多出约7到17倍体重 有许多独特的外貌特征 异常粗笨的躯体 短柱般的四肢 庞大的头部 全身披似铠甲般的厚皮 纹布上面长有单脚或双脚 还有剩余头两侧的一对小眼睛 它们虽然体型笨重 但仍然能以相当快的速度行走或奔跑 非洲黑犀牛在短距离内 能达到每小时45公里的速度 一头成年熊犀牛 占有大约10平方公里的领地 它经常在领地内巡逻 以防外来者侵扰 非洲犀牛脾气相当暴躁 具有一定攻击性 且视力较差 亦动怒冲撞 能够拥有长矛和地球上最坚硬的盾 它的脚在冲刺中绝对是致命的 它的皮肤之坚硬 就像盾牌和铠甲一样保护自己 小口径步枪根本无法击穿 不知道熊掌的五把钢爪能否撕得开 感觉老虎肯定是无处下嘴了 小心崩牙 还有就是它的低智商 在动物界的战斗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犀牛脾气火爆 经常会攻击汽车和别的动物 奔跑速度快 智商低 不懂得害怕 恐惧甚至疼痛 即使真的有致命伤 同样会战斗到最后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本视频元素源于网络 由生物奇坛剪辑配音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